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方说要求他 因为我们知道民主党把1月6号美国爱国者当作帮助暴徒 1月6号调查委员会 还有涉及到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 还涉及到支持乌克兰资金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有一系列这些当时他们最尖锐的问题 他们要求他明确表态做出承诺 并且就是一个承诺就是说如果有不是5个人表示要对他弹劾要下台 而只有有一个要下台的话就要投票来决定是否让他下台 万一他当上议长以后 当时实际上麦卡锡为了得到这些人的支持 当然我们知道他当议长非常艰难 经过15轮投票才最后成功 实际上他的支持度并不是那么强烈 因为他需要218票 最后实际上是麦卡锡接受了盖茨和其他这些自由党 自由的党团这些人的要求才达到就是做上了这个预长的宝座 但是从他1月份上台以来到现在已经10个月了 我们也知道实际上麦卡锡也确实他做出了很多事情 做出了很多事情 比方说有些开始进行对拜登的弹劾调查 或者做了一些其多保守派比较认同的事情 也做得不错了 但是他有一些很严重大的事情上 他确实没有进展 你比方说民主党的16委员会 他有3万多个小时的关于1月6号这个事情的录像 民主党不愿意披露 不愿意公开 而麦卡锡原来说是要公开 结果后来一直没公开 一直拖到现在还没公开 我们也知道很多这些爱国的美国人民被冤枉的政治陷害入狱 其实有一段公开了5分钟的一个视频 就让其中有一个被抓起来的人无罪释放 如果这个全部都公开的话 这个事实上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那他现在也没有公开 并且在很多议题上的弹劾拜登的问题上 他没有直接进入弹劾 虽然拜登家族收共产党的钱 收收共产党和乌克兰的钱 这证据这么多明显 他现在仅仅是开始这种调查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预算的问题上 预算那个 他就说实际上 本来这一次又有一个机会 去让这个共和党人就是要求 就是减少这个拜登政府的这种支出 过渡支出 然后减少对那个乌克兰的支持 本来就是说有希望的就是说 用这个预算的方法来迫使民主党 就是说接受就是说不再乱花钱 他现在看来呢 外卡锡呢 实际上是跟这个民主党在合作 民主党跟这个民主党的少数派领袖 和拜登在合作 他为了要通过实际上就同意呢 就是说有一个45天的预算案 就在这个还同意呢 要给乌克兰继续支持 这个实际上他确实已经违反了 当年1月份时候做出的一些承诺 所以这个盖茨呢 盖茨这位议员呢 他就提出这个弹劾 提出这个不是弹劾了 提出就是说让他叫做vacate vacate就是说 让他这个作为罢免的一个动力 那当然这个民主党的议员都同意 这边有一批这个共产党的议员也同意 所以就把他给罢免了 罢免呢也不是坏事 我觉得呢也是件好事 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全这个左派民主党的 在拜登政府呢 在把美国带向深渊 我认为就是一步步带向深渊 推行那些左派激进主要 通行乱性啊 变性 然后那些各种各样的措施 乱花钱 提高债务上限 政府支出导致通货膨胀 再呢还有呢 就是说美国边境上的问题 近来几十万上百万的非法移民 再加上给乌克兰 上千亿的美元 支持乌克兰 这些呢都实际上是不得人心的 都是美国人反对的 所以他现在那个 他做出这个 做出这个弹劾的话呢 是有好处的 对美国来说是有好处的 就是说意味着这个共和党 必须重新考虑 推出出一个真正的 就是说保守 真正遵守保守主义传统 回归传统 回归保守 这么一个坚定的共和党的议长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 您刚才提到就是 对乌克兰的这个 支持的援助的问题 我看有报导说呢 就是拜登好像承诺 会把这个援助纳入一项 单独的这个立法中 就说那您认为这个 罢免麦卡锡 对美国援助乌克兰有影响吗 有影响 因为这个议长 他现在议长下来了 罢免了以后呢 马上这个 对乌克兰的支持的钱呢 就成问题了 就实际上 但是乌克兰政府呢 也知道了 他也知道这个美国 来自美国的援助 很可能中断 所以现在那个 博恩斯特朗斯基政府呢 正在向欧洲去寻求新的资源 所以呢 如果这个新的议长 和新的国 新的议长之下的国会议的话 继续 就是说继续这些保守派的要求的话呢 美国这个对乌克兰的援助呢 很可能就没有办法持续 而如果美国的这个经济上的援助 和军事上的援助 开始中断的话呢 那乌克兰很可能就 没办法继续打下去了 那可能就会 不迫使他 不得不做起来 跟俄罗斯谈判 所以这个战争呢 有可能就会结束 但是爸爸说啊 就是拜登呢 正在希望将这个援助 纳入一项单独的这个立法中 您认为拜登这个做法可以实现吗 这个没法使钱 因为他那个上一届国会和以前这个承诺的那个钱呢 基本上已经用完了 而这次那个这个星期四十五天 这个在临时的这个预案预算里面 四十五天预算里面 并没有包括这个钱 下一步就是说 他如果列入一项单独的立法的话呢 立法一定要这个 一定要两院的同意 而共和党现在控制的众议院 看来不会同意 不管现在 虽然现在没有这个议长 但是很快可能会有一个 马上一个临时的议长 尤其是川普议长 或者是其他 或者斯卡利斯当议长 或者是 Jim Jordan当议长 不管谁当议长 我看这个可能是通过的 你刚才说到这个议长 那现在有报导说 川普同意 做了一个短时间的三个月的议长 因为川普是要竞选总统的 但我看也有报导说 就是众议院要找一名永久型的 他说您怎么看 是众议院 当然需要找个永久型的 长期做学区的 也不是长期的 因为每一届众议院 我们知道他的令职 一直有两年 实际上这一届 这一届国会众议院 实际上还已经有一年多 到2025年1月份的话 他们就任期就结束了 他当然需要一个永久性的议长 从现在开始到一年多 但是现在看来 就是说现在共和党内议员内部的人 现在领先第二号的人物 麦卡锡现在下来 他也不愿意再参加竞选 他竞选也捡不上了 并且他也甚至有可能 会去辞掉议员的职位都有可能 那在共和党内部第二号的人物 就是那个Steve Scalise 他是共和党的党编 他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个可能 现在是Jim Jordan Jim Jordan 另外一个众议员 这个也可能 但这两个人 现在目前都拿不到218票 就是拿不到这个票数 拿不到这个票数的话 那就他就没法当选 没法当选 但是这个议会 还是要开会 还是要讨论通过议案的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 所以像这个好多议员 包括Jim Jordan Marjorie Taylor Greene 有15个议员 还有德克萨斯议员 他们都提出 要川普来当议长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我很支持这样的一个主力 首先 这个可能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川普不是众议员 怎么可以当众议院的议长呢 其实美国宪法里面 也非常明确的说 指出就是说 这个众议院 只需要他们这400多个议员里面 选出一个人做议长 但并没有说 一定要从他们之中选 所以从理论上讲 任何人都可以被指向外移炸 有的人还提出其他人 比方说 以前我们乔州的一个中议员 叫那个 Newt Gingrich 金里奇 所以说从理论上是 川普是可以做的 并且川普做的话 很可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当然川普现在已经说了 表明很清楚了 他只是做的话 也是短暂的 短时间是做一做 做个比方30天 60天 然后帮助共和党团结 选出一个新的永久性的议长 选出来以后 川普就会离开 我觉得他如果做三个月的话 这是很合适的 做100天 原因就在于从现在开始 今天10月6号 到1月初的时候 正好三个月 1月初的时候 他就可以离开 但在这个期间 他可以做很多很有益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美国整个社会 所以民众就是说回归传统 回归保守主义 回归川普的让美国更加伟大 就是MAGA 这个声势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 我觉得这是美国就是说 摆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 走向这个正常化的一个道路 非常好的一个可喜的道路 川普肯定是要竞选总统的 但这个期间呢 他当个议长 可能确实可以起到很多作用 可以把很多 比方原来这个保守派需要的事情 就是排上这个议事宜程 通过一些议案 然后呢 就是进一步清理 华盛顿的沼泽 帮助呢 最后呢 帮助这个众议院呢 选出一个真正的 保守主义的 永久性的议长 到那个时候呢 川普就下来 然后继续去竞选总统 等着川普当成总统以后呢 这个议长 也许呢 可以呢 继续跟川普合作 让美国回归正轨 这是我的希望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 1月6号就是那件事情 被拜登政府认为是动物 是动乱的 那您认为如果川普当了这个议长 会对这件事做出什么吗 对 如果川普真是当了议长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非常大 因为这个共互党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其他人 能得到218条 也许川普是可以的 如果他们的话呢 他比方说他可能就会 兑现原来 兑现原来麦卡锡承诺的 没有做到很多事情 你要把那个 3万 3万小时那个 1月6号的所有录像 全部公开 我相信这个公开以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呢 这些爱国的美国民众呢 实际上是这个和平的 行使他们自己的民主权力 进入国会大厦 并且呢 还有人 有这个FBI 或者做议会大厦警察呢 实际上是开门让他们进去 这些人 当然有个别的 损坏了财物了 偷东西了 那些例外 其实大部分 绝大部分呢 实际上这些人都应该被释放 所以这件事情 会发生 这个录像带会公布 这些人我因为更会放出来 然后呢 还有这个 边境墙会继续 现在是 这个实际上 就在昨天 拜登不得不同意呢 继续川普的边境墙 他一直说他反对反对 一直在拖延 不给钱拨管 但现在这些 非法移民大量的涌入 当然也有这个 德州的那些州长 他很智慧地把这些非法移民 送到了这些 民主党人控制的城市 让这些民主党人现在 他那个 撕下了他们虚伪的面杂 他们知道他们受不了了 所以现在拜登开始继续坚强了 还有这个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问题 这些我觉得 都会在拜登 都会在川普的三个月内实现 如果实现的话呢 是非常有价值 那这个新的议长 什么时候会出来呢 这要看这个 这个川普下星期 因为现在马上下星期 这个议会就要讨论了 他们必须找出会议帐来 他们会竞选 有很多人会推荐 有很多人自荐 有人会就是说 互相谈判 互相讨论 就是争辩 互相回想 那川普会去参加他们的会议 就是众议院共和党的党团的会议 会给他们列 我认为川普完全可以给他 跟他们讲清楚这些 列出这些优胜伪劣 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 为什么他 因为川普首先他没有野心 也没什么野心 他没必要 就是说去 没有真正愿望去竞选 什么议长 他也不想当议长 他想当总统 但是他确实可以起到一个作用 团结的共和党 所以我是觉得是有可能成功的 但是我们下星期可以看到 下星期 挺关键的 刚才您提到 就是这个45天的临时开支议案 我看美国之音报导 两党这个预算之争 可能会给中国拉拢太平洋岛国 提供可乘之机 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可能会有一点 但是那个我觉得无所谓 这个中共也一直在跟这些岛国 在在塞钱 在负责 在拉拢他们 我觉得美国不需要在这个花钱上去跟他竞争 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中共靠钱拉回来这些人 早晚也要跑掉 并且这个资金短缺 只是这个 这个美国的预算肯定还是会通过 只不过就是说 会削减一些 削减一些 这个民主党的一些 过度的开支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所以这个不会 不会让中共得逞 另外我看大陆媒体趁机炒作 你说是把麦卡西拉下来 好像是美国共和党的内斗进入高潮 美国政坛混乱 你说您怎么看 中共的态度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美国政坛混乱的话 这个美国政坛从来都是混乱的 是无所谓的 本来这个政客之间的党争啊 权力之争啊 这永远都是有 所以这个是正常 我觉得这是因为这个政坛所谓的混乱 或者党争 才保证了权力的制衡 这才是这个自由国家 民主国家才应有的事情 其实共和党内那个 是不是内斗进入高潮 这谈不上高潮 这实际上是小事一桩 只不过就是说 共和党内的一些 我觉得正义的力量 来迫使这个议长 就是要信守承诺 诚信 说白了就是这么一点 你当时是靠着这个选上去的 对吧 你答应做出那么多承诺 你难道像其他的以前那些油条一样的那些政客一样 就说了不算 然后那个长长的食言 这怎么可以呢 他只不过是要求你呢 诚实的兑现你的承诺 这个算什么内动 根本不算内动 并且共和党内的整个呢 他们一站在就是说 如果这个 他们一定意识到 这个对这个议会的掌控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他们不会妥协的 但是有一些的共党内部也确实有一些派别 你比方说这个rino 我们说的rino 就是那个犀牛派的 就是假共和党人 还有一些真正的传统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 还有就是川普的共和党人 那这也很正常的 也谈不上什么进入高潮 中共的自己 他在希望那个棍水沐浴 或者希望希望那个 好像在那个笑话美国政治 这可没什么好笑的 中共它自己现在面临崩溃的哭还来不及呢 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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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